你好,我是阿毛,我是影评专家阿毛 那么在今天呢,咱们点说一部韩国电影叫四等 影片描述的呢,就是一个在游泳池里,游泳比赛当中 就是从来没有得知过的一个小朋友,他哪次游泳的都游第四名 他不游第五,也不游第三,他每次都游第四名 因为前三名就有名次了,他的妈妈做梦啊,都希望他能拿一次第一 就说是不拿第一,起码能往名次靠前一点,也是喜满意如 可是他偏偏的就是游第四 在这个情况上讲呢,他就陷入了一种迷思 这个迷思呢,就寄带的通过一个传奇教练来解决 是谁呢?就是咱们影片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叫金光珠 这个金光珠啊,在这个影片的前半段的时候 有二十分钟是描写他童年时候的故事的 其实他曾经是一个天众之才,天之交子 就是他因为太过于贪玩,所以荒废了自己游泳的技能 他的这个成长也是伴随着这个遗憾和悔恨的 随后呢,他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泳教练 过去的往昔的荣耀和自己私之交臂 但是这个影片刚开始,前二十分钟,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喜欢他的是在一个黑白的这个拍摄的画面下 将这个金光珠从小不学无数的故事唯唯到来 也伴随着这个青春半个的记忆吧 虽然孩子非常聪明,但是呢,因为教练打他 他就把这个事给游泳这个事业给放弃了 但是呢,随后呢,在面对着这个种游第四名孩子的时候 他们之间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关系 是一种是什么?是一种伤害与被伤害 曾经他们的那个游泳教练拿这个棍棍的对着这个金光珠全拿脚踢 他因为教练打他放弃了游泳的事业 那么呢,面对这个子游第四名的孩子 他呢,又用教练曾经伤害他的方式 又一次伤害了他 其实在这个时候,故事里说了这么几句话 就是这个种游第四名的这个孩子的妈妈 为了他能由名词靠前 在游泳上游手建树 有几个片段,我印象非常深 首先是什么呢? 他妈妈说,你以后要永远这样默默无闻的生活吗? 就跟他的孩子说 就是对一个孩子说这样很沉重的话题 其实有的时候看电影,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可以看出来,他妈妈对这个孩子在游泳上这种建树 他基于挺大型吗? 然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呢,又对这个孩子说 说什么呢? 你要靠游泳,赢得上大学的名额 就是他这几句话说完,我当时我就反思啊 后来我就想起来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根据数据显示 韩国,掌管韩国百分之五十一财富的人 是他们国民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 就是不到百分之十的韩国人 掌管了他们所有韩国百分之五十一的财富 资产阶级行为的这种固化 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 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在韩国这个主流社会出人头地 不靠游泳,靠什么 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呢 曾经呢,也喜欢过游泳 这个时候呢,咱就说一句话叫莫忘初心 就无论做什么事啊,我就反思这部电影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什么事,你不要忘了当初 你的那个初心,就是你的那个快乐 我想啊,就像是这些什么足球运动员 这些,包括这些乒乓球啊 包括这些羽毛球的这些世界冠军 或者他有可能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种拿第一 他在第二名的时候,他也很恼火 很愤怒 可是呢,他们在想到他们当初的那个时候 是自己拿起球盘,穿起球鞋 因为呢,因为喜欢这项运动,所以呢,开始接触 再后来呢,现实的这些名利的这个牵绊 让自己呢,身陷起球 所以呢,在面对着这个人生的这种挫折的时候 其实真应该,谁都应该想想 也包括我本人应该想想 什么叫做梦忘初心 这个在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永恒的一个需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影片呢,有发生了挺多这个峰回路转 其实按理说呢,我实实在在的讲 这部电影我更关心的呢 是这个教练金光珠,他以后的人生会不会过得好 或者他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峰回路转 但是呢,前半段呢,三分之一呢,是讲这个教练的小时候 后三分之二呢,重点呢,主要描写这个游第四等的这个韩国少年 他终于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如愿拿了第一名 但是呢,你纵观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你发现呢,这个第一名呢,拿着呢 也并不是想的那么快乐,想的那么高兴 并且这个第一名呢,也伴随着惨痛的这些 别人难以言传看不见的一些负担和这个付出 才拿到这个第一名的 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岁,面对了多少这个困难 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被家长的谩骂 被教练的体罚 在泳池里最后拿到了这个所被世俗人关心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也在影射什么韩国这个社会上是什么 就是只看结果,不要过场 那这些年轻人,所有在韩国云云众生 这些普普通通的这些人 他们都在承载的时候 他们也是在负担着什么 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在影片推进到中间的时候呢 在2015年这部电影呢,也是个非常被人所看好的一个影片 也非常有趣啊,也非常有趣 这个矛盾点,就直接就在影片当中爆发了 但是呢,时代变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体罚运动员,体罚学生 包括现在有些什么老师打孩子 以前可以,但现在呢,那肯定是不可以了啊 所以呢,这个金光珠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他也是面临着他人生当中这种窘境 甚至呢,有的时候身无分文 看的时候呢,我一方面呢,是看教练这个线 另外一方面是看这个年轻人 咱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叫什么 叫,出山有露气为净 另外一方面呢,叫棍棒出孝子 还有呢,真是说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话,应该是今天咱们这部电影的影评的一个最想表达的一句话 就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真的,这些奥运冠军,这些世界冠军 看着享受这个灯红酒绿 看着这个万众景养 这个国歌响起的时候 那这个掌声为名 那背地里那是付出的那个苦痛 咱就有的时候咱看那个 训练体操运动员的小孩,小娃娃 教练三四个人,绑大腰圆的压这个腿 摁的,真是吧,叫疼啊,哭啊 家长有的时候,明知道孩子在遭罪不看 就为了孩子以后能有一口饭 能吃好,能在这个社会上有这么自己的一个位置 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这个时候这个电影呢,看完了 一方面呢,咱们反思呢,就是说 呃,莫忘初行 不要忘记当初游泳和运动给咱们带来的快乐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所谓你赢得这个地益 或者你在通过游泳 这个年轻孩子,他上了大学以后 这时候要反思一个问题 你这个,你这个意义到底在哪 凡事,你看,咱说许三多还是谁说 凡事都应该有意义 所以呢,咱们还得回到初行这个问题 就是,不要忘记运动啊 当初为什么去学游泳 不要忘记运动的快乐 如果没有爱好的这个快乐 没有这个喜欢 没有这个,呃,感同身受 你这个东西啊,你坚持不到最后 真的,你相信我,你很多事儿 如果没有喜欢,你坚持不到最后 很多事儿到最后,如果就是因为 名利这个东西签办的话 到最后就是半途而废了 你说咱做视频,咱做了起码 前前后后得有个四五年的时间了 挣了八戒,现在咱说是做 得有个两三年的时间 你说存位挣钱,是,也没错 但是,要是没有快乐这块 在这个地方签办 我想,也坚持不下去 所以有的时候呢,讲讲啊,别的 有的,也讲讲电影,有的时候呢 也稍待讲,讲讲别的 也是一个,呃,排挤,排挤 不是,也是一个发泄或者是一个抒发的一个过程 莫忘初心,这就是这部电影要告诉咱们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好,谢谢大家